冠心病的发病率高危害大 那么针对冠心病的治疗有三种方式 药物治疗 介入治疗和搭桥 第一 药物治疗虽然能够改善症状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改善它的狭窄情况 而且在病变进展过程中 随时有可能发生斑块破裂 有形成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 介入治疗 它能够迅速有效的缓解症状 并且在药物的保护下 防止支架内血栓和支架内下狭窄 这样可以长期有效的改善病人的症状 搭桥治疗 它的往往是对一些复杂的 严重的左主干病变 介入治疗不能完全再血管化 我们选择搭桥治疗 那么介入治疗在这三种治疗中的优势是 第一 它创伤小 第二 术后病人回复快 它具有创伤小 回复快的优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